大家好,我是泡泡 大寒是24个节气最后一个节气 这个时候寒潮频繁,大风降温,天寒地冻 但大寒节气常与春节相临近 虽然寒冷,但春天已经悄悄的萌生 正是冬季转春季的过渡期 在这么一个重要的日子里,吃东西很讲究的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大寒节气的饮食规划 应该吃这9样东西 第一,喝鸡汤 大寒节气是冬季最寒冷的时候 要吃一些温补益肾的食物 可以趋病强生 众所周知,肌肉是一种高营养的食材 高蛋白,低脂肪 肌肉经过长时间的炖煮熬出精华的滋补营养液 既能补充营养,增强抵抗力,强生健体 还能缓解感冒症状 中医指出常喝鸡汤进行滋补 可以有效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第二,吃红枣 大寒为冬三月之末与立春香承接 在这个城前起后的时节里 大自然阴气急剩,阳气沉降到了极点 并准备生发 所以这个阶段要兼顾养肝 为开春阳气生发肝气调打打好基础 护肝的食物不可少 但推荐红枣 红枣虽普通,富含营养 具有很好的养肝功效 第三,甘蔗 为什么大寒是要吃甘蔗呢 因为大寒节气气温比较低 此时人体内的燥气也比较旺盛 而甘蔗也能有效的缓解燥热平衡人体的内部阴阳 另外,甘蔗还有不错的补血功效 但是甘蔗糖分比较高 糖尿病的患者不宜多吃 第四,吃羊肉 羊肉有非常好的温补效果 很多人将其当作冬天预寒的佳品 非常适合大寒食用 羊肉富含脂肪 还有很多的蛋白质 以及其他营养物质 对甘肾有很好的滋补功效 对于趋寒去湿也有很明显的效果 对肠胃也非常好 能够有效的促进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第五,吃大白菜 过完大寒正好一年 阳气正处于从冬季的必藏过渡 到春季的生发当中 饮食里要多吃胃干的蔬菜 逐渐的适应春季的舒畅生发 大白菜是大寒时期必吃的蔬菜 冬吃白菜治百病 吃白菜不如吃白菜 雪霜洗礼过的白菜 口感更好 营养高 对人体的守护极好 第六,吃糯米饭 糯米饭有益气温补的效果 大寒又是一年当中极冷的一个节气 所以在民间有大寒吃糯米饭的习俗 大寒来临之前 家家户户会煮一锅香喷喷的糯米饭 拌入腊味、虾米、干鱿鱼、冬菇等等 以迎接传统节气当中最冷的一天 糯米味干性温 食之具有预寒滋补之功效 第七,吃板栗 板栗是一种营养物质很高的食物 富含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和维生素 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可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在大寒时间 栗子可以帮助身体产生热量 保持温暖 栗子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预防感冒 此外呢 它的味道也非常的鲜美 是一种可口的零食 第八,大寒喝红茶 红茶当中还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糖类 属性干润温和 干温的红茶可以滋养人体的阳气 能够增强人体预寒能力 生热、暖胃作用颇佳 如果再添加一些蜂蜜、生姜、牛奶 则趋寒效果更好 还能补充各种人体所需的物质 所以大寒可以多喝红茶 第九,吃冬瓜 大寒天气寒冷 人体的血管预冷收缩后 容易导致血压升高 此时人们的饮食也偏于高热量 高脂肪 容易导致血糖和血脂偏高 这个时候千万别忘了 冬日的看家宝贝 冬瓜 冬瓜富含丰富的维生素C 而且甲含量也高 纳盐的含量又比较低 有降血脂降血糖的功效 好,以上就是大寒节气的 应该吃的九种食物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吃出健康 我是泡泡 拜拜